亚太报道 日本对李登辉影响至深 他和日本有什么渊源 非法将医疗研究机密出售给中国 华裔科学家认罪 人工智能会让中国成为全景监狱吗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香港2020年立法会选举 原定在9月6日举行 选举主任大规模取消12名民主派参选人资格之后 港府周五再次宣布动用紧急法 将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 香港民主派发表联合声明 批评港府借疫情之名押后选举点燃限制危机 以下是本台记者吕熙 刘绍峰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儿周五傍晚宣布 而原定今年9月6日进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 押后到明年9月 林郑月儿形容这个决定是疫情发生7个月以来 最艰难的决定 强调并不涉及政治考虑 以及亲北京贞义的选情 今天我和各位公布的是我7个月以来最艰难的决定 押后4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 但是为了遏止疫情 公共卫生以及保障市民安全 同时确保选举公平公开公正进行 这个决定是必须的 这次选举押后的决定是完全因为公众安全 以及确保选举公开公平 完全没有政治考虑 也没有看过选情如何 我每天只是看疫情都没有时间看选情 他表示 鉴于疫情是属于危害公众安全的紧急情况 因此援引紧急情况规律条例 做出这个决定 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紧急法 这是港府自从去年10月反送中运动期间 以紧急法颁下禁盟面法以后 不到一年之内 第二度援引紧急法 去年港府动用紧急法的时候 已经引起各方极大争议 担心先例移开 政府可以肆意借紧急法 颁下各种言行俊法 而香港上一次动用紧急法 是在上个世纪六七暴动期间 据立法会 未来一年将会出现真空气的问题 林郑月儿表示 香港现行法律 只可以把立法会选举日期推迟一年 而不能处理真空气的问题 他引述中国国务院 表示中央将会提醒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 而就在今年六月底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曾经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 直接搬下了港区国安法 同日立刻生效 林郑月儿强调 无论是港区国安法还是押后立法会选举 都是从香港人的利益出发 对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提出制裁香港部分官员 林郑月儿表示不明白 除非对方使用核子手段导致两巴驱伤 否则都可以应付到对方的制裁 我都是从香港人的利益出发 国安法是为了完善法律执行机制 维护国家安全 而这次押后选举是为了保障全港市民的健康 我完全不明白为何一个地方的首长 在自己地方进行这些工作 会受到外国政府的制裁 既然那么没有道理 没有逻辑 对于美国要制裁本人 我都是一笑置之 辞之以鼻 22名现任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周五中午发表联合声明 反对政府押后9月立法会选举 他们质疑政府以及亲北京阵营 因为选情严峻 因此接疫情之名 押后立法会选举 试图以抗议失误 粗暴齿罗市民投票权利 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接见 声明又强调立法会作为政权机构 特区之首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要向立法会负责 丫护选举等同引爆限制危机 如果由中国全国人大 介入丫护选举更是限制的彻底崩溃 声明提到特别在经历一年的世卫运动以后 立法会更加迫切需要接受民意洗礼 而在疫情底下 全球60多个国家的大选或者公投 都已经如期或者按照法律规定 短暂延期以后成功举办 强调特区政府有责任尽力安排充足防疫措施 让选举如期举行 而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的调查就显示 55%受访港人认为立法会选举应该如期举行 如果按照政治取向来划分 民主派的支持者中更有73%的受访者支持如期选举 42名亲北京立法会议员就发表联合声明 支持港府押后选举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以及香港中联办周五分别发表声明 表示理解和支持特区政府因应疫情形势 推迟立法会选举 港澳办发言人表示 推迟选举不影响特区政权机关正常运作 也不会损害香港市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 中联办发言人就强调 推迟选举的决定符合宪法 基本法和香港法律 而在港府正式公布消息以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就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强调 香港立法会选举 纯属中国内政 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是中国的地方选举 纯属中国的内政 确保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在安全有序公平公正的环境下来举行 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职责所在 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会从香港当前 抗击疫情等实际情况出发 依法处理好相关的事业 而在港府宣布押后选举前一天 12名民主派参选人被选举主任通知 提命无效 包括前香港中职秘书长黄之锋 他周四向传媒发放影片 表示北京正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压 针对香港的选举 取消了几乎所有民主派参选人的资格 他强调为了维护香港的未来 港人不会投降 会继续抗争 希望世界与港人站在一起 具有亚洲电台记者 吕熙 刘少峰 香港报道 近日武汉再有新冠肺炎受害者家属 采取法律行动要求当局赔偿 但当局打压手段严厉 家属不堪压力 只好选择封口 以下是记者高峰的采访报道 徐敏的父亲今年1月发病 两个多星期后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送到武汉市第三医院 光谷分院 可是住院短短四天后 就不治去世 新冠肺炎所陪法律顾问团成员 杨展青引述徐敏说 医院除了西洋 根本没有为他父亲提供任何治疗 每当想起父亲最后的日子 徐敏都感到痛心 是医院在走廊里面加了一个床 并且不允许家属照顾 然后他从他父亲那边得到的信息是 医院人非常多 医护人员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照顾 并且那大小便也正在床上 因为他戴着西洋的面罩 没办法上厕所 也没有人照顾 他非常痛心 但是又没办法去帮助他父亲护理 徐敏决定创告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 杨展青表示 徐敏走到目前这一步 经历过许多犹豫 一般律师不愿代理这种维权案 而社区给受害者推荐的律师 却又一面倒维护当局 但无论是否成功 只要维权 只要网上发声的 都遭到了骚扰打压 那他自己要不要为死去的父亲发声 如果维权 警察和社区会怎样打压骚扰他 他是否能够承受 最终能不能维权成功 这些问题呢 没有人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案 他也很难下定决心 所以就出现这种忧郁摇摆的状态 徐敏本想低调维权 但法院迟迟不立案 才改变初衷接受媒体采访 却又触动了当局的神经 但他决定媒体采访当天 就收到十几个不同的国外媒体采访 这样的电话记录 很可能被警方监控到 但不知道警方有没有电话威胁他 但他后来没有再接媒体采访电话 我们就担心他的安全问他情况 他说社区找到他家里了 再接着他没有再反馈任何信息 那很有可能是被强迫禁止 接受媒体采访 与徐敏有类似遭遇的另一武汉人张海 上个月对当局提出诉讼 要求赔偿约200万元人民币 成为中国第一起疫情受害者家属索赔案例 他强调要与当局周旋 拥有强大的内心很重要 我们是受害者 我们这件事情是一个正义的事情 知道吗 因为他们心虚才会 才会去找这些武汉的家属 才会打压人家 才会去吓唬人家 恐吓人家 但他们的意思中 就外的媒体都是访华的 那我就想问他们 国内的媒体 你不访华为什么不报道 这些情况 张海说 自从公开发声 武汉政府对他软硬兼施 扶了派人上门骚扰 也曾试图劝他回心转意 但他强调 就算被扣帽子 甚至失去自由 都会勇往直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高分香港报道 面对国际政治和国内经济的双重压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 决定10月份召开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并要求从持久战的角度认识形式 请听记者 乔龙的采访报道 7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除了决定今年10月召开中共五中全会 还提出五中全会主要议程式研究 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的建议 根据新华社报道 30日的政治局会议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经济发展必须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四个根 首度增加了更为安全 使其成为五个根 对此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 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 表示最近几年 中国在经济领域受到诸多挑战 比如美中贸易战 新冠肺炎 华南水灾等 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 这些巨大的多知的灰溪的情况下 仍然是按照一个既定的议程 将秋天的五中全会定为 是跟十四五规划等等等等有关 其实是显示这个党 努力地保持一个 所谓欲变不经的僵硬性 它不是面对危机困难 灵活地表现出政策的一些调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 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 吴强认为 中共在更可持续的发展之后 新增更为安全 其实是一种否定 事实上这种所谓更为安全的 这种修持的一个 已经否定了之前的 所谓追求更有效率 更为公平的这些既定的 吴强进一步表示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退休教授 杨烧正对本台表示 中国经济本身长期存在着 不安全的因素 中国经济 它不仅仅是现在不安全 应该说从49年以来 它一直都不安全 过一段时间就要出现大问题 比如说粮食蒙成 一天一几万斤十几万斤 大量的人饿死 它这个经济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政府 政党全面干预经济 让经济组织 不是基于产权的逻辑 新华社报导会议表示 当前的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不稳定 不确定较大 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 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 长期协调机制等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上述这段话显示中国政府承认目前遇到了很多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并承认美中之间的脚量是一场持久战 吴强说 持久战其实也是对已经升级的新冷战的一个承认 在新冷战面前 在中美关系二怀面前 其实中共的态度也是不承认和拒绝新冷战 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对新冷战所形成的格局 他以这种所谓的持久战的修持来面对新冷战 这是北京对新冷战的一个变相的接受和承认 北京独立学者扎建国认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提到安全 强调的是加强两方面的安全 在政治局会议的公报里头 两次提到安全这个词 第一次提到安全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第二次提到是发展要更为安全 就是要有更为安全的发展 这两个安全是不太一样的 第一个主要是讲的国内的政治体制的安全 和国外防止战争的安全 用发展来保障安全 第二个讲的安全是安全发展 指的是这个在发展过程中 要避免出现危机 金融危机 经济的这个断崖式的下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 30号因病去世之后 人们对他的纪念 如潮水般涌陷在互联网上 被称为台湾民主先生的李登辉 对于中国民主运动也相当关注 据六四事件后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 旅美牧师张伯利披露 李登辉在六四后 曾经多次赞助中国海外民运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 在个人推特发帖 推崇李登辉是民主先生 台湾的巨人 杨建立还分享 李登辉在2019年5月发表 李登辉关于六四天安门的 中国民主发展契机文章中提及 当时他刚接任总统一年多 北京爆发六四天安门事件 李登辉发表声明指出 中共所采取毫无人性的做法 必将受到历史的裁判 旅美牧师张伯利在个人直播节目一集 1993年海外民运的民政 以及民联所举行的海外民运 华盛顿合并选举大会 当时大家公推德高望重的王若旺 接任合并后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 张伯利指出 王若旺是被中华民国接待 待遇最高的海外民运人士 王若旺到了台湾 李登辉还亲自接见 完全不一样的待遇 张伯利还举了另一个例子 当年他们好几位中国流亡学生到了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有个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中研院院士余英时 希望他们能够在此过渡 包括刘兵燕 苏小康 苏绍志 以及张伯利 柴玲等人 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当了好几年的访问学者 访问学者需要经费 美国筹了一些钱 也有一部分是从台湾筹款 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 我们普林斯顿大学这个项目 有一部分钱 也是李先生的 李登辉先生 在海外创办网络杂志 《大参考》和《小参考》的李宏宽提出 虽然很多人认为李登辉是台湾民主先生 但是他认为李登辉只是忠实地执行 蒋经国交给他的任务搞民主化 李宏宽说在大陆长大的人 对国民党印象也不好 后来有幸离开中国 能够看到台湾真正的民主就是李登辉搞起来的 李登辉亲手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践 让他们对台湾的观感逐渐改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全世界主要媒体都有报道台湾首位民选总统李登辉 98岁高龄辞世的新闻 报道大多聚焦在李登辉对中国不屈不挠的精神 各国政要也对李登辉称赞有加 请听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虽然不是被国际承认的国家 但是首位民选总统李登辉辞世 引发了全球各大媒体报道 大多聚焦在李登辉对中国的不屈服 路透社报道称李登辉终结了独裁统治 支持自由多元化并致力对抗中国意图并吞台湾的图谋 李登辉最大的不屈服行为就是 在历经中国长达8个月的军事演习恫吓 和在台湾周边海域试射飞弹之后 仍然获得压倒性支持 在1996年3月成为首任的民选总统 纽约时报报道 李登辉领导台湾从一个警察国家 转变成亚洲最具活力与繁荣的民主国家之一 但是他坚持台湾是个主权国家 却激怒了北京 而包括美国 澳洲 加拿大 法国 英国 荷兰 比利时 圣文森等驻台管处 今天纷纷致哀 称许李登辉在台湾民主化以及经济转型的贡献 美国在台协会AIT则将半旗致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 以前台湾总统称呼李登辉 12年任内大胆改革 对台湾能成为今日的民主灯塔 扮演关键的角色 李登辉巩固美台之间的深厚友谊 美方将持续透过共享政治与经济价值 增强与台湾的连结 并强化台湾彭国民主 以免怀李总统的政治遗产 西藏精神领袖达拉拉妈也发函 慰问李登辉遗双曾文会信函中提及 向他致以最大敬意 便是铭记他的勇气和决心 并效法他对于民主的积极贡献 向来竭尽所能 支持西藏人民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是西藏人民的盟友 达拉拉妈驻台代表达瓦才人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他对西藏绝对是给予一种同情 而不是给予一种利用 是一种理念上的支持 我们认为很坚韧 而且对自己的理念或者是想法不放松 他被达拉拉妈还要辛苦 他忍受很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环境 他竟然改变了 不仅改变了 而且改变得非常漂亮 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31号在首相官邸表示 对李登辉去世感到痛惜 李登辉对日本与台湾的亲善 以及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台湾前民进党及总统陈水扁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 2000年3月他选上总统 到520就职之前 他每周至少一次去向李前总统 请义国政 陈水扁提到李登辉对他说 作为总统有两根组织不要去碰他 第一是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是国家统一纲领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在2000年520的旧史演说 数部以外再加上亦没有 没有废除国同会跟国同纲领的问题 陈水扁表示 2018年1月15号 李前总统96岁生日的时候 他曾去拜访 李前总统列出了很多 对于国政的忧心和戒言 念给他听 但他说自己已经不是现任总统 没有办法做什么 陈水扁说 提到说那我常常跟你见面 对不对 所以你要跟蔡总统见面 应该是很方便 结果旁边 李总统没有答话 旁边王延钦主任就想说 自从2016年520之前的事业 蔡总统当选之后 有去崔山庄看他一次以后 一直到2018年的1月15号 我去看他之前 他没有去过崔山庄 所以他也没有机会来跟他建议 所以让我吓了一跳 蔡英文在李登辉失事后 只是全力协助家属智商 智商工作会议决议 依国葬的规格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 与日本的渊源深厚 而且在日本很受欢迎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日本资深媒体人 石板明夫告诉本台 二战以后 日本人完全丧失了自信心 对过去的所有都全盘否定 是李登辉鼓励他们说 日本有很棒的文化传统 应该找回日本人的尊严和骄傲 这使日本人深受感动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李登辉一声的言行 受到日本哲学思想影响甚深 他曾引日本名曲《千锋之歌》说 李登辉说 过世以后不用哭也不用烦恼 我会变成一千个风 变成大自然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要认真努力 李登辉的亲日在台湾引发争议 但是在日本则有很多人风靡李登辉 原因为何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他身上有很多日本人已经丢失掉的东西 其实日本在战后 所谓的战后民主主义被美国 被GHQ 被战领军 日本人其实是完全丧失自信的 因为日本的过去全是错的 日本要从零开始 完全接受西方的教育等等 但是李登辉他是22岁为止 他是日本人接受日本的教育 而且在他的心里 这些日本受日本教育这些东西 完全没有被否定过 所以说他唤醒了很多日本人的尊严和骄傲 他觉得你们日本人不应该这样 你们日本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 他这样让日本人觉得很受鼓舞 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提到 日本人觉得像李登辉这样的日本人 在日本已经不见了 但是真的日本人却在台湾 而且当上了总统陈永峰认为 围绕在李登辉一生 最重要的是他在追求我这件事 我是什么 所以有一句他自己也经常引用了 不过这是京都学派西田哲学的用语了 我是不是我的我 所以他命令他自己要成为不是自己的自己 这个一般人不太容易听得懂 日文的话 命令自己要成为不是自己的自己 所以说李登辉不是李登辉的李登辉的意思 就心里面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非得让自己变得更是中国人不可 不是日本人 但是非得让自己变得更是日本人不可 陈永峰说 很多人会认为李登辉一下是国民党 一下又不是国民党 一下是共产党 一下又不是共产党 又创立了台联 晚近又跟台联保持距离 之后又再跟时代力量走近 批评李登辉政治转变 其实从李登辉深层的精神层面解构 可以理解 他不过就是随时转变自己 带领时代往前 李登辉曾经在1994年和日本作家 司马辽太郎对谈时 提出了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认为台湾人无法做自己的主人 陈永峰认为 基督教也形成了李登辉人格结构 五四道追求死 但是不可以轻易的死 死要有意义 要找到好的死的时机 而且死的有价值 五四道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不怕死 找寻生命的意义 结合了基督教 很明显的基督教没有来世 只有一辈子 努力的过这一辈子 然后接受最后的审判 死后的审判 找寻自己的天命 努力工作到最后一天 日本人也没有轮回 没有下一辈子 日本人只有一辈子 包括李登辉引进 日本生命共同体的概念 这个共同体可以是家 可以是村 可以是国 而且共同体所有的人 都是平等的同胞 那就可以排除台湾独立 和台湾建国这些敏感词 从年轻时代 就很大声的讲台独的人 结果对台独的往前 未必有贡献 但是都不讲台独 到始为止 没有说自己是台独人 结果完成了台独 您不觉得是这样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耳听为虚 眼见为时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 带你直击新闻现场 还原历史真相 突解天下大事 分享嘉宾观点 欢迎访问本台网站 rfa.org 或在YouTube Facebook Twitter上搜索自由亚洲 谈赞不设限 新闻无尽区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 期待您的参与 中国自主研发的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周五正式开通 官方形容 这是中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程碑 而有鉴于目前美中紧张关系 急剧升温 外界关注 中国拥有自主的导航能力后 在军事和商业上 能否全面摆脱外国的撤肘 甚至与美国的GPS系统抗衡 请听记者 高峰的采访报道 我宣布 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正式开通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星期五出席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北斗三号系统建成 即开通仪式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发表赫茨时形容 这是重要里程碑 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 建成开通 是我国攀登科技高峰 迈向航天强国的 重要里程碑 是我国为全球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做出的重大贡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在1994年启动建设 随着最后一个卫星 在上月23日 巴设成功 完成载轨测试 近日正式入网提供服务 北斗系统全面完成 部署比原顶计划早了半年 台湾中正大学学者林颖又表示 随着北斗卫星系统 组建完成 中国在军事导航定位上 将渴望更自主 因为如果你要做飞弹 做比较精确的打击的话 你会需要北斗卫星 去做一个定位 船舰要走到远海的话 它的远海的舰队的编队 这个会需要 北斗卫星来做一个帮忙 辅助导航 第三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它的一个飞行员 因为以前的解脑军飞行员 他特别是他有航空母舰 他一定要在海外作战 在海上飞行的话 他很难去找到一个地标 就会需要北斗卫星的帮忙 无人机的一个导航 如果他能透过北斗卫星 来增加它定位 输入它的一个坐标的话 会让它的无人机的遥控上面 应该会更有用 中国自主研发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设计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 俄罗斯格洛纳斯和欧洲 加利略之后 第四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研究员李仲修认同 美中关系冰封之际 北斗三号让中国增添不少底气 对中国大陆来说 我如果这套系统稳定的话 第一个当然他们的自信心 当然会提升 除了当然有可能会被他们用来 所谓的监控 探测美军的动向 所以是否摇升一变 就变成所谓的间接卫星等等 这都有可能 万一跟美国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这有可能成为他们一个 监控美军动向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辅助工具 目前有137个国家 跟中国签订了合作协议 北斗在全球范围内 全天候为用户提供 高精确度的定位导航 和受食服务外 还有北斗独有的短报纹通讯 一旦用户伸出普通流动通讯信号 不能覆盖的地区 或者在通讯基站受破坏的情况下 可以类似手机通讯的形式 跟卫星双向通讯 李中修认为 北斗三号在商用市场 能分一杯羹 是毫无疑问的 能否与美国的GPS相抗衡 则还有待观察 中国的民航飞机 由于大多来自于欧美国家 要使用北斗定位和追踪设备 有很多技术不兼容 需要科研人员破解 中国预计 在2023年年底 全部民航机将具备 基于北斗系统的定位和追踪能力 2035年 实现中国民航机 使用北斗自主导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欧洲联盟日前宣布 基于涉入全球重大网络攻击行动等原因 决定对中国和朝鲜的公司及企业 以及俄罗斯的军事情报部门 实施履行和金融制裁 以下是本台记者蔡玲 发自法国巴黎的报道 欧洲联盟30号首度 针对网络犯罪实施制裁 点名中国企业海太科技 北韩公司 朝鲜出口企业和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 实施旅游禁令和冻结资产的金融制裁 同时禁止欧盟人员和实体 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 欧盟的声明指出 为预防阻止和应对恶意网络活动 欧盟锁定中国企业 海太电子科技公司及两名中国个人 欧盟表示 两人参与窃取全球多间公司的商业敏感资料 欧海太科技公司涉嫌支持 针对全球跨国企业窃取商业机密的云端跳跃行动 俄罗斯军事情报的特殊技术部门 也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 欧盟指控这个俄国部门 2017年6月发动两次网络攻击 使得多家欧洲公司蒙受巨大财务损失 又在2015年及2016年 两次攻击乌克兰的电力网 4名被制裁的情报人员 在2018年还入侵总部位于荷兰的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北韩企业朝鲜出口 涉嫌支持骇客组织拉萨路集团 拉萨路集团被认为是全世界 一连串重大攻击的幕后黑手 在2016年 骇进孟加拉国家银行 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 窃取8000万美金 索尼影业遭害事件也与其有关 因为当时片商正准备推出一部 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关的讽刺电影 自2017年以来 欧盟已经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网络外交工具箱 以预防阻止和应对网络空间中的恶意行为 欧盟30号第一次决定利用这个制裁制度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柏雷利就表示 有关的网络攻击威胁欧盟利益 这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将确保这些个人和实体 对其行为负责 这个制裁向世界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就是欧盟将不会容忍这种网络攻击 欧盟拥有保护自己的工具 以及使用他们的决心 欧盟6月9号就公开指控中国及俄罗斯 在疫情期间进行网络攻击 或散布不实资讯 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乔霍瓦就说 我们明确表示外部势力为俄罗斯和中国 并且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做出这样的声明 柏雷利也表示 外部势力针对性的影响行动 其中一些目的是损害欧盟及其成员国 试图破坏我们的民主 欧盟及成员国的信誉 柏雷利表示 为了更好地预防阻止 制止和应对网络恶意行为 30号的宣布制裁措施是必要的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表示 反对动辄诉诸单边制裁措施 国际社会应该以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为前提 透过对话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玲巴黎报道 现年46岁的美国俄亥俄州华裔科学家陈丽 7月30日在法庭上认罪 她被控将医疗研究机密出售给中国牟利 以及电讯诈欺 美国司法部表示 目前的商业秘密盗窃案中 有60%与中国有关 对此进行反击是首要任务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佳琪的报道 俄亥俄州华裔科学家 现年46岁的陈丽 在视讯法庭上认罪 承认她共谋将细胞研究有关的商业机密 非法转移到中国 并设电信诈欺罪 陈丽与她的丈夫49岁的周宇 在俄亥俄州的儿童医院研究所工作10年 两人于2019年7月在加州遭逮捕 被控同谋自该医院窃取至少5个 与外密体研究有关的商业机密 根据法庭文件 两人在美国雇主不知情的情况下 2015年在中国设立公司 制造并出售外密体隔离药盒 根据认罪协议 成立还从中国国家外国专家事务管理局 以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获得利益 并参与多个中国的人才计划 这些计划主要是将外国的研究或技术 转移给中国政府 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德莫斯 在声明中表示 这起案件让大众看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图盗窃 复制美国的创造力及技术 他提到 目前的商业秘密盗窃案中 有60%与中国有关 对此进行反击 是美国司法部的首要任务 除此之外 路透社7月30日还报道 美国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 两名中国黑客本月在美国被起诉 他们涉嫌对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 具有领先地位的莫德纳公司 进行网络攻击 窃取有价值的数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本周五在记者会上否认了这些指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组成的所谓五眼联盟情报网 可能会接纳日本成为第六个会员 这个情报合作系统还将扩大到战略经济合作领域 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全球疫情加剧了五眼联盟对战略物资供应 依赖中国的担忧 与此同时 中国的挑战令日本在西方联盟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英国卫报29日报道 五眼联盟情报网有望扩张 加入第六个伙伴日本 并扩张到在战略经济方面的合作 共享例如关键矿产 医疗用品等战略储备资源 借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旅日专家王庭芳告诉本台 日本虽因经济因素与中国的交流密切 在政治方面却倾向于西方建英 遵守民主自由的价值体系 他说 报道说 日本防卫大臣何叶太郎 上周在一场中国研究会议上提出 加入五眼联盟 使日本成为第六支援 他说 如果五眼联盟邀请日本加入 日本会欢迎这项决定 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图根达特也对此提议表示欢迎 为报引述他的说法 我在这边请同事代读 五眼联盟过去数十年的核心 是情报和防卫上的合作 我们应该关注那些 我们可以信赖的伙伴 加强我们的联盟 而日本在很多方面 都是重要的战略伙伴 我们应该把握一切机会 与日本更加紧密地合作 不过王庭芳也指出 日本优先考虑经济问题 加上地理位置与中国朝鲜接近 考量因素更多 除了钓鱼台等长期争议之外 日本不太可能会像英美等国家一样 就人权或是香港议题 对中国强烈谴责 甚至实施制裁 他说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化 世界开始审视对中国是否过度依赖 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秦鹏指出 各国检讨是否过度依赖中国 已经是个趋势 在大疫情后 各国突然发现有许多关键物资 都被中共掌控 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的主席 哈斯提长期以来一直呼吁警惕中国威胁 主张和中国经济脱钩 英国媒体报道 他在中国外交智库的一场会议上说 我在这边请同事代读 一旦我们审核了供应链 并确认其中薄弱的环节后 我相信其他五眼国家也会这么做 能使我们明白 在哪些地方如何抵消彼此的弱点 这有建立自由贸易集团的潜力 我们应该尽可能努力建立这个网络 除此之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曾呼吁各国 避免过度依赖中国 五月底也有报道指出 英国政府也有意组成D-10联盟 联合美日澳等其他九个民主国家 建立5G技术提供网络 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卫报》的报道指出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 揭示了西方国家 在稀土等关键战略物资上 高度依赖中国 因此五眼联盟近期即将宣布 在澳洲、加拿大、美国 大幅增产稀土的计划 以减少对中国的依存程度 稀土是生产高科技 及军事国防用品的重要原料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 中国在过去十年的 稀土产量及供应量 占全球的90%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陈品杰 《华盛顿》报道 美国《大西洋》杂志 近日发表长文 描述了中国政府是如何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建造了一个全景监狱 来监控公民的一举一动的 作者还设想了 人工智能技术 彻底颠覆中国社会 监控体系的种种情景 让人毛骨悚然 那么这门前沿技术 真的会帮助建造一个警察国吗 以下是本台记者 驾傲的报道 负责科技栏目的《大西洋》杂志副主编 安德森近日发表了题为 《全景监狱已经到来》的文章 他指出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巩固当局的集权统治 并把这门技术出口到全球各地 全景监狱 也称圆形监狱 是英国哲学家边沁 在18世纪末提出的一种监狱设计 这种设计使得一名监控者 可以监控所有的犯人 而犯人却无法得知 他们是否正在被监视 因此 他们只好无时无刻地 规范自己的行为 安德森写道 这种监控系统的雏形 已在新疆诞生 当地的维吾尔人 走出家门不到几个街区 就会碰到一个 配有监控摄像头的检查站 这些摄像头获取的图像 将通过算法 与当局在健康体检过程中 采集的面部图像进行比对 以快速识别他们的身份 当这些维吾尔人 离开他们居住的社区时 自动化系统 就会注意到他们的行踪 并在银行、公园 和学校等小型检查点 追踪他们的行动轨迹 安德森表示 习近平看上去 已经把新疆打造成 一个调节AI技术 感官和分析能力的 数字全景监狱实验室 而这些技术成果 最终会被应用到全国各地 美国南卡罗拉纳州大学 管理学教授谢田认为 中国在AI领域 有不少得天独厚的优势 去年10月 美国商务部把多家协助 北京当局监控新疆的中企 列入了实体名单 包括矿石科技 商汤科技 科大讯飞等 中国最知名的AI出创公司 这些公司将不能擅自 向美企购买零部件 有舆论认为 虽然美方制裁 可能会对这些企业的产业链 造成明显制约 但这可能反而会加速 中国AI产业的淘汰赛 并激发这些中企的 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 计算机科学专家 中国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 2018年曾在推销他的新书 AI未来时说 中国不但有巨大的AI人才库 和庞大的资本市场 还有巨大的数据库 他曾表示 如果大数据是新石油 那么中国就是沙特阿拉伯 除此之外 李开复还说 中国相对宽松的政府监管体系 也让这些高新企业 有着一马平川的开发环境 用他的话说 中国是个科技实用主义社会 不过 所谓的科技实用主义 也催生了一些科技伦理的噩梦 安德森预测 中国政府不久后 可能就会建成一个 覆盖每个公民的 自动填充的档案数据库 当中的每个公民档案 可能都会有数百万个数据点 包括此人在受监控场所的 每一次出现记录 以及所有通信和购物记录 而他对当局构成的风险程度 可以被实时更新 就像中国正在推行的 社会信用体系 被发挥到了极致一样 谈到AI的潜在监控应用 大家难免就会想到 打压异议人士 而中国大陆反对力量 最集中的地方 可能就是香港了 这也让国际社会担心 中国人大上个月通过的 《香港国安法》 可能会放任AI技术 成为精准打击 这些香港反对派的利器 报道AI产业的 美国新闻调查机构 ProPublica的计算新闻记者 杰夫对本台表示 就像在新疆一样 北京当局显然也有能力 在香港实施高科技维稳 我认为当局在新疆 运用的监控手段 与香港有相似之处 当局的确也有能力 在香港开展类似行动 我们注意到 港人在去年的示威活动中 破坏了监控摄像头 我认为港人 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 世界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 德勤2018年发布白皮书说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也有上千家AI企业 中国的AI市场规模 今年预计会达到 710亿元人民币 将会是2016年的5倍 接下来电台记者 嘉奥华盛顿报道 本周五 两名加拿大公民 康明凯和斯帕佛 遭中国当局关押 已达600天 加拿大主流媒体 纷纷谴责中国 并有组织聘请律师 将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投诉中国 相信请听记者柳飞 发自温哥华的报道 2018年12月 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后 两名加拿大人 前外交官康明凯 害伤人斯帕弗 随即在中国被拘捕 两人分别被关押在北京和沈阳 如今已经600天了 两个人不仅未能与家人和律师见面 今年1月起 中国甚至拒绝加拿大官员的领事探访权 加拿大环球邮报新闻报道 根据不愿据名的知名人士描述 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明 7月初还以私人身份 带着书籍和信件到辽宁沈阳人民法院 希望能见上斯帕弗一面 但依然被中国当局拒绝 只能留下书籍信件而遗憾离开 环球邮报社论指责 当今的中国政权已经没有同情心和温和感 北京甚至企图改变全球秩序 让世界适应其独裁霸权 没有任何加拿大国民 能够忍受看到康明凯和斯帕弗 被无辜的关押超过14400个小时 从加拿大政府到民间 拯救康明凯和斯帕弗的努力 持续受到挫败 并未有任何正面进展 总理特鲁多强调 为避免人质外交恶化 不能用释放孟晚舟的方式 来换回两个加拿大人 那接下来要如何呢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马塔斯 接受Rebel新闻网站 以及释放两个加拿大人的组织委托 将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投诉中国对康明凯和斯帕弗的暴行虐待 马塔斯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一个全球性的机构 接获投诉后 人权理事会将做出调查和说明 相信中国当局在压力下 也要有所回应 我已经和两个加拿大人的家属联系 希望很快有所进展 解考之前 记者未收到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关于两名加拿大人最新情况的回应 但外交部长商鹏飞已多次强调 解救两人是政府的头等要紧大事 与此同时 孟晚舟的引渡聆讯案本周再度开庭 孟晚舟律师团要求法庭敦促司法部 释放所有文件 与证明逮捕过程中 侵犯了孟晚舟的宪法权利 但控方认为此局有害国家安全 坚称为滥用程序 加拿大律师李克伦表示 孟晚舟律师团在双重犯罪上败诉之后 现在主打的就是程序问题 辩方希望证明加美两国在逮捕孟晚舟之前 是有串谋的 要证明加拿大当局受了美国指令 刻意在逮捕孟晚舟当下进行更多搜查 杜伦多太阳报专栏作家罗瑞·葛斯丹撰文提到 孟晚舟享受着加拿大的法律保障 可以舒服地住在家里 并在卑诗省自由活动 相比之下 康明凯和斯帕弗被关押在中国残酷的监狱之内 遭到身心折磨 而中国政府近海指责加拿大的司法制度失败 政治评论家泰瑞·葛文也在《国家邮报》提到 中国的行径越来越嚣张 连驻温哥华的中国外交官佟晓琳 都对加拿大人恫吓 企图干扰加拿大人的言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z6owmtlf.onion-mandari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 本周四辞世 享年98岁 台湾的外交部星期五表示 迄今已经有45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 共计206名政要机构以及各界友人 分别以发表声明 致函推文及下半期等方式表示哀悼 台湾的外交部发布新闻稿指出 致哀的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台湾前总统 李登辉去世发表声明指出 李登辉巩固美台之间的深厚友谊 美方将继续透过共享政治与经济价值 增强与台湾的连接 以及强化台湾蓬勃民主 以免怀李总统的政治遗产 另外 蓬佩奥星期四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 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努力已经奏效 国际社会在觉醒 潮流正在转向 他还警告说 美国计划针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 采取更多的措施 这是蓬佩奥国务卿15个月来 首次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公开作证 国际著名法学家约瑟夫拉兹日前致函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对感言的许章润教授表示声援 他在信中指出 我们听到清华大学开除许章润教授的决定感到震惊和失望 他说清华大学对许教授做出开除的决定严重不公 这一决定将影响清华大学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其他学术合作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星期五发表声明 宣布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兵团原党委书记政委孙金龙 和兵团党委副书记彭加瑞实施制裁 称其在中国新疆地区侵犯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